江江田草赛事 彷彿和德马会主席行使特权似 令到他命下匹天地同心欲赏极万步速 令本来有14匹马出赛的赛事 便到只得4匹赚尽万步速的马可以增胜 市民只要是直路过到3匹马 又怎可以不赢呢 难怪赛后马会主席都表示 今次信心输有点的 今次谷草赛 我决定追捧多次美长匹之道必胜 这匹马其实两岁时已经表现得很好 之后接近三岁美果时 更是谷草越跑越进步 正因为这样令到沈杂成个心红了 今季转4岁后立心要过田草挑战难道 又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今季初出跑田草千二米 真是被他跑赢了大家 与其有望成为一匹超新星的保诚之胜 估计正因为这样 赛后更令成哥 就迷不悟地一直将匹马留在沙田里跑 这场更可以看到竞技勇士首让11磅下 都要输给知道必胜 其实论匹马的实力 绝对由能力征服二班 好景不尝 电脑给了一次而当知道必胜后 就再无超过好位 当面对比谷草千二米难度大很多的田草千四米 能够在排档感测下 一而再跟美丽笑容跑筋 其实表现绝非等限 在里面有这只健快联盟 外面知道必胜美丽笑容也追点 兜到你最后八多米 偷出的马就健康愉快 卖便健快联盟偷位上来 再在外面位置知道必胜中间 还有美丽笑容极速黄的马 接近中点健快联盟兜健康愉快 健康愉快 压着健快联盟 第三名闹上闹落 美丽笑容 和知道必胜 上次在得九匹马出赛的赛事 电脑都要给个七档他 本以为小马场合会容易克服 但是小估不到巴道会来个五叠转弯 就这样输了一场非常难看的赛事 还要令到当日马主不能够配合 知道再胜赢出和煮什么 赛后审集成终于面对现实 翻谷草主长步跑最拿手的谷草千二米 而且电脑也终于解放 给了个五档好位他 马房也找回上季最为合拍的赛名笑跑 增胜条件已经足够 再看下同场对手 其实大部分都是今季赢完三班后 升上来二班到跑的马 而且知道必胜因为在田草初投了一段很长时间 令到本来你应要让磅的他 扎士变成全场最轻磅 而看下同程所跑出的最佳时间 其实只得一匹激赏快得过他 而最后要提的是很多人提 红运飞银金场赢马后 可以取得一百万的特别奖金 但其实知道必胜又何尝不是 而且知道必胜现时平八十分 金场赢不到被减分后 将要降班跑 那即使赢马都会拿不到这一百万 所以今场目标很清晰 条件亦配合好了 加上又带水遮阴 尾场一羽坐定定看他赢马拿一百万 我们就坐顺风车 啊哈哈哈哈 那今天到什么好 大家收看影片之余 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多谢